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22日 阿尔比莱比西市取费雷铺 周日凌晨,德国杯决赛有大战上演 届时由费雷铺对阵阿尔比莱比西 虽然费雷铺本赛季表现令人惊喜 但对比阿尔比莱比西还是略逊一筹 并且他们此前四次和后者交锋 遭遇二和二负的不胜战绩之余 期间,还有两仗被对手零封 而对于德甲无冕之王阿尔比莱比西来说 失忆将是他们夺下冠军奖杯的大好机会 球队战役颇浓,两队相比之下 此番整体实力更胜一筹的阿尔比莱比西值得看高一线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费雷铺本赛季的表现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上赛季仅以中游的位置结束德甲征程 而今季却一度处于联赛前四集团当中 是不折不扣的黑马球队 由于争冠希望渺茫 因而球队的头号目标便是冲击欧关联资格 在此前的德甲之旅中也是和失忆的对手阿尔比莱比西在暗自较劲 但可惜的是,费雷铺并未在收官阶段保持强势 虽然在四月中寻球队曾凭借云新宿 基科、卢卡斯、赫拿以及郑优赢等人的出色表现 他们曾帮助球队斩获三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与此同时也将前四席位的悬念保持到了最后 欧关联资格尽在支持 却不料费雷铺在最后两轮联赛中掉链子 接连失利导致球队最终以三分之差 与欧关联赛失之交臂 球队士气也因而遭受打击 纵观球队近期的表现 不难看出费雷铺的防守端下滑严重 过去四战仅录得一胜一合二负的战绩 而期间合计失球数高达12个之多 一旦进攻端无法填补后防线的漏洞 输球也是在意料之中 此外 费雷铺今年来在德国杯的整体表现也并不尽如人意 除了本届杯赛 自2016年以来球队在德国杯的最好成绩也仅处于第三圈的阶段 而本次德国杯 费雷铺也尚未遇到过真正的考验 贺芬贤 波琴 汉堡等球队都撑不上强敌 一路过来也颇有运气成分 此番面对竟旅RB来比锡 境况不佳且抗压能力有所欠缺的费雷铺确实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中场恩利克 基迪尔和奇云 舒亚迪等人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 RB来比锡在德甲最后一轮才锁定欧关联席位 本届欧战先是从欧关联降格到欧洲联赛 同时也止步于该项赛事的四强 无论是联赛议或是洲际比赛相较于前几个赛季都有所下滑 因而球队十分渴望能在德国杯有所突破 同时也是十分希望能在本赛季夺得一座冠军奖杯 战役十足 从纸面实力来看 RB来比锡的阵容相当豪华 球队坐拥基斯度化 尼昆古 丹尼 奥默和安祖 施华等实力不俗的球员 对五总身价是费雷铺的三倍之多 此外基斯度化 尼昆古不仅入选德甲最佳阵容 同时也是本赛季得甲的最佳球员 此子为球队出场51次 合计攻入34球之余 还宋楚19次助攻 本场比赛也是RB来比锡的一仗之一 另外 在德国杯的赛事里 球队的表现同样要更胜费雷铺一筹 自2018-19赛季以来至今四届德国杯 RB来比锡闯入了其中三次决赛阶段 包括本届赛事 当中两次分别富于半仁和多蒙特 相比上述两家豪门 费雷铺确实与之不在一个级别中 因而金铺RB来比对于冠军奖杯 是势在必得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感谢观看